我觉得老师的这个结束方式还蛮好 想要请老师就是是不是可以跟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四话到底是 嘿大家好我是大根 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王小凡 老师我今天要来问一个有一点点专业但是好像又没有这么困难的东西叫做四话 四话你最近刚学四话 对 我们就讲过指挥斗数啊最早他是从占星学过来 华人的命理学啊 有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液晶 那液晶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观念 叫做变光 也就是他觉得什么事情呢 本来 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 然后碰到外面神环境进来之后他就有改变 譬如说 这是一个杯子 然后我们加了水之后这个加了水的杯子 杯子 摔破之后 缺了个角 他这个缺了角的杯子 所以 每一个东西在受了外力影响之后呢 他就改变他的状态 可是他还是那个杯子 这是液晶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当占星学跟液晶座结合变成了紫微斗数之后呢 在紫微斗数里面呢 就有一个所谓四化这样的观念 他讲的就是啊 每一颗星药 都会因为时空环境的变动 而产生不同的变化状况出来 就好像一棵树 这棵树呢 它在春夏秋冬 它长得会不一样 对 可能会叶子冒出来 然后到冬天叶子会枯掉 但那还是那棵树 这棵树 因为它时空环境的不同 对于我们来讲 譬如说你们家庭院里面放那棵树 就它枯掉了 你看到它的心情 跟那叶子很茂盛长出来 你看到它的心情 是不是会影响你 凄凉 对 就会不同 对 这个就是四化 我钱包也蛮化剂的 你钱包也蛮化剂的 空缺 所以他就是讲的就是说 因为外界环境 时空环境然后来造成你盘上面新药的变动 然后这个变动会影响到你的命盘 然后就影响到 但是所谓的四化就是 路权科技 对 那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绝对的好或坏 对 一般来讲啊 我们很习惯性的会觉得 比如说画记 大家就最怕画记 对 我们看那个记那个字 记那个字拆开来 是己心 自己的内心 所以它其实指的是 你那个内心的空缺感 那内心的空缺感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在 讲说说 那个画记是空缺 每一个人他 当他觉得空缺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对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譬如说 你觉得你缺钱 你才会去赚钱 所以 空缺会造成人家是一个动力 有空缺才有动力 对 有空缺才有动力 所以就是当你的 例如说流年走到了一个 假如说财博工画记的时候 对 你有的时候反而是赚钱 因为你实在是觉得太缺钱了 所以就害怕 所以就一直去赚钱 对你就一直赚钱 那如果说刚好你又有赚钱的机会 就会去把握 那也不错 其实画记也没有不好 我们常讲说 星盘上面的东西 都是中性的 它没有绝对的好坏 譬如说画路 画路叫做本来不属于你 而多出来的东西 对 听起来也是不错 对不对 本来不是我的钱多出来给我 对 所以财博工画路 有一天你老公抱个小孩子回来 跟你讲说我们领养这个小孩 好不好 而且你会发现 那个小孩子跟你老公长得很像 本来不属于多出来的东西 那这样会比较好吗 是不是入随记走 所谓的入随记走 我有空缺我要拿东西去补他 他就会变成是 我多出来的 本来不属于我多出来的 你就知道找老公要找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 夫妻工画系 对 对感情的需求很强大 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另一半的话 你就会被他需要 对 但这样其实有点烦 这样子要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他财不公有没有画路 把财画路然后随记走 就给到夫妻工的这个部分 他不能只有画机 那磕呢老师画磕 你有空缺的嘛对不对 肚子有空缺 你要去 找东西来弥补 画路叫做本来不属于 就我肚子有空缺 我刚刚把他放了一个 本来不属于我多出来的东西 烧辣便当 他本来在一只猪身上 现在在我身上 本来不属于多出来的东西 画路 我在这个过程中间啊 我是不知道先去买便当 买便当这件事情叫做拥有 画权 画权叫拥有他 那画科我吃便当的时候 还要跟大家讲 我的便当超好吃 对 展现 展现出来给人家看 这个是画科 我有问题 假如说我的流年的运势走到文曲画科 我是不是有可能在艺术方面让别人看到 这方面常才的机会 广义的解释是说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跟过往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会被发现 通常就会变成是 好像是艺术啊 这些东西 因为大部分都不会艺术 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四画的 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你当下的 对 顺势而为 你那个时候就可以也许有一些什么作为 对 那权就是实质的掌握 权是你要去掌控他 能掌握他 他就比较适合放在命宫啊 官路宫啊 老师那我还有听过非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所谓的四画叫做 时空环境对你的影响 那你的命盘上面啊 那上面出现的四画 就是你出生之后他就有了 对 那是你自己的 然后命盘上面会有 各种各种依照你的年税不通 对 而有的变化 比如说你在43到52的这段时间 那他会有这段时间他的四画 所以 你出生的时候老天给你的 跟老天对你的影响 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那个年纪你的岁数 你自己的个性造成对你的影响 然后流年会有外界环境 对你的影响 像今年流年 走跟太阳滑路 那外界对你的影响 那这个是基本上在你的盘上面 你一出生就已经排好的 可是有一种东西是很好玩的东西 叫做飞化 飞化的意思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 是说 你在十二宫里面 各宫位之间彼此会影响 比如说你的感情状态 会去影响到你的财务状态 所以你的夫妻宫 上面有个天干 会造成财博宫里面的星药 会产生什么变化 A宫位影响了B宫位 那有可能是你的 服役宫去影响了你的财博宫 有可能是你的夫妻宫 去影响了你的命宫 你各个宫位之间彼此会有影响 好像是从 这个宫位 飞到那个宫位 所以叫飞化 我们在讨论说 星药产生变化 是因为时空环境产生变化 对不对 这个时空环境呢 它用一个东西去做 它的变化的一个启动 天干 你会在每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你流年有宁干 然后 那个 你出生的那一年也有宁干 然后你大限有大限命宫的宫干 小限有小限命宫的宫干 这个天干指的都是说 你碰到什么样的时空环境 然后就会造成你盘上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在 讲时间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分成 大家的时间 跟你自己的时间 所谓的大家的时间 指的就是 像我们现在是12点 我们大家都在过12点 不会你的表在18点 有要表坏掉 对表坏掉 稍微这样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 自己的时间 什么叫自己的时间呢 就是你现在18岁 我现在18岁 那就是自己的时间 但是我们同时都在大家的时间里面 所以时间其实要把它分成两个区块 农历一月到了 寒流会来 这是大家的时间 可是对于一个18岁的人来讲 你可能会去 和湾山赏学 48岁的我 只会看电视 看你们去赏学 88岁如果敢上和湾山 那他可能也没命 斗述很好 就是他会去讨论这种 我们可能平常都不能去想到的事情 对 私化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用的就是说 我盘上面我自己的时间 去影响了我各公位的状况 我各公位之间呢 也会有个天干 所以各公位之间 彼此也可以影响 譬如说我的财博宫 化妓进夫妻宫 我的理财观念一直在影响 我的感情有空缺 对这是第一种非话的概念 也是 目前 大家最常用的 不过有一个 初学者 你们就可以用的一个方法 可以教我们老师 就是啊 你可以知道啊 别人 他出生年 他的天干是什么 然后他就有个四话 对不对 然后就会来影响你 因为非话是不是依照时空环境 对于你的影响 时空环境可以包含时间空间 还有人 所以我的天干 也会造成你命盘上面会有影响 你会发现有些人 他看起来特别讨厌 有些人 他看起来特别讨厌 但你特别爱他 原因就是因为 他出生的那一年 老天赋予他的 磁场跟能量 就去影响你的命盘 那个交朋友说 大家命盘都先拿出来 没有命盘没关系 就先看一下你那个 当年的天干 至少不要话气给你自己 所以和盘其实必要 这个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啊 比如说你的财博 民国共有一颗无曲心 任年生的 民国尾数是一的 任年生的 任年生的他就造成无曲化剂 跟众人就要注意他 他的景前往来 你跟他景前往来的话 你的财务人会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去那种保险业 演讲 做业务的那种 我们就跟他盘拿出来 然后看你是哪一个划路 你的命工 财博工 田宅工 这几个工位里面 的新药 会划路的 你就要找这些人 因为他就会把钱给你 比较容易跟你成交 我觉得学紫薇董素真的很方便 很简单 根本就是 很棒啊 因为你可以默默的 就看了别人出生年以后 默默在那里算 说他那个有什么花季 这样子 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啊 不会啦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 适合跟我们往来 最后交一小招 民国年份啊 我数只要是三的 他就是加年 所以依此类推 四呢 就是一年 然后加一丙丁物极更新人贵 所以你就可以依此类推 三四五六七八九 零一二 这好妙喔 这才太有趣了 好那我们下一集 再讨论一点别的 谢谢大家 那今天到这边啦 拜拜 拜拜